我覺得在評論這件事情的人 我想應該把事情看清楚 第一個 他以前有人在賣東西 賣什麼東西 賣什麼東西 任何一家大公司 他都有可能賣小東西 那不在於我們在採購大概分做兩種 一種是信譽卓著 那以前有來往的經驗的廠商 我們才會往來 這一種在採購的時候 那另外一種採購是緊急需要 那我們是以最後交出來的東西 合格不合格為準 那現在我們在疫情期間 任何一個東西 都沒有辦法 就那種長期的訂購 遠期的訂購 都是以交貨的東西合不合格為準 那這次我們在緊急除了一開始在 羅斯亞培 原來就在台灣 有相當的一個行銷 還有45家國內的廠商 緊急召集他們做一個 我們需求上的一個評估 然後再做相關的緊急製造跟進口 那最後評估的結果 我們發覺這個量 我們還有相當的不足 不足以來因應這段時間 尤其高推估的情況 我們的這個可能會有所不足 所以我們就就現在在市場上 擁有EUA 就台灣允許製造的一個 深喉唾液 相關的快篩四季的廠商 那請他們都來 一起來談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 所有擁有EUA的廠商都來談 那要求要能夠交出現貨的 我們可以跟他來做談判 所以基本上要求在5月30號 如果能夠交有現貨 符合台灣EUA 然後效期至少6個月 到貨以後6個月的效期以上 那我們願意來跟他做相關的談判 我們事後付款 貨到驗貨 然後驗完貨 然後再交錢 然後時間到了沒有交貨 那就照日來做處分 所以是大小公司不論交的出一個 我們要的貨就可以了